夜幕的蟲鳴声渐渐消退 城光缓缓露出 伴随着在树梢上跳跃的鸟儿有两叫声 还有物理曲阵水域下的住户 在密时吞咽打出的水花生 大学田园的风声 也在一旁伴随着 接着行人车身出现 这些声音 展开了大学与城市社区 在新的一天 社区的祥和氛围 由此可见一般 这次人们一直以来 对自己社区的原始认知 还有一种声音 你们听听 说几次啊 我没有动脚 我没有动脚 刀子给我 刀子给我 刀子在那里 原来双方是父子关系 一开始的时候 是儿子向父亲追讨清台币 两万五千元的债务 双方因此产生了口角冲突 最后甚至动手动脚护殴 随后爸爸一直情势激动 持刀砍伤了儿子 我们所住的社区 每个人都忙碌于平时的生活 有些人通常会认为 自己的社区 不会有家暴事件展生 有些人对家暴的概念 是懂非懂 懂了又如何去预防 自从台北市家庭暴力 寄信侵害防治中心 不断的努力宣导预防 协会也辅导志工 前往受防宣报宣讲人员的受训 可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我可以怎么做 我也可以告诉别人怎么做的时候 我的不安感可以解轻 这时候大家也可能对于 要去宣讲防暴 这样的一题也可以多一些的介绍 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上一眼 精神暴力的样态有哪些 受训中才从公事系统中发现 人们所处的社区原来有着家暴案件发生 家庭暴力防治法呢 台湾已经实施了26年 在过去20年前可能会觉得家庭暴力是家内的事情 然后头讨床尾和 可能就觉得说这是家里的事情 那可是经过了这20年来 在性别平权 还有一些学校的一个教育跟社会的教育之下 其实我们已经觉得家暴就是一个大家公众的事情 在这20多年来 从三岁小孩到我们100多岁的人类其实都知道 如果听到邻居在家暴吵架的声音 或者是自己遭受到家暴 大家都知道说要赶快打113来求助 这是发生了家庭暴力之后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那在之前呢 我们更希望说 那可不可以预防 那家暴不要发生 像大安区的大学里 还有文山区的中顺里 他们在社区的很多的人士 他们就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常常注意你周边环境住的人 我要觉得说这跟我没有关系 我一定要抓几块块 不一定要走 有你们两组人你们 有可以切啊 再到哪里再集合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刷13个啊 我都听到都会从事物路等过去 对 那怎么知道呢 民众会告诉里长 里长有一户 常常都是七点到八点 就学孩子在哭 这个就引起了我注意 第二个 也会有夫妻吵架的事情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严重 夫妻吵架 孩子就会被父母打 这也是有 第三个 还有未婚的情侣 在住屋内吵架 然后几度想要自杀 这件事情也会引起我注意 透过里长跟带领的我们里内有志的一些志工们 开始关心里内的一些比较弱势或者是家暴的一些事物 然后在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在节庆里头就去安排的一些课程 让我们的民众学习也知道怎么样在经营家庭关系上可以让家庭更和谐 一些更多邻里的资源或是政府的资源一起来协议这个家 你自己让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住属 另外呢也在注意到我们社区的一些安全的事项 所以呢也推动了这个家暴零容忍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进到社区里头 那其实呢家暴要做预防的工作 就需要我们社区大家一起来加入 观念上的改变就像涓涓细流一样 可以流进每一个社区的民众的心里 然后流到家庭里面去流到社区里 形成了一股力量 就会是我们家暴防治的种子在社区扎根 然后发芽成为安全的一个社区 如果我们走在大学里 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的里民 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心中有爱 而且每个人都是友善路人甲 我们在社区里头成为彼此的后盾 这个社区也是我们家庭暴力里面 防治工作最温暖而且最有力量的一个社区 我们站在社区的第一线 是最贴近社区人们的单位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的工作 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 对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在社区里面提供的项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